在今天的华人故事里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华人沈玉石 提到美国微软公司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但是微软公司的微软华人协会 就不一定被大家都熟知了 这个拥有3000多华人会员的协会 近年来开始更多的 在中美计算机技术交流 甚至文化交流上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微软华人协会的主席沈玉石 2011年1月22日 美国的西雅图市迎来了一次特殊的华人聚会 当天晚上在美国微软总部 仅4000人参加了微软华人春节庆典晚会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尔默 也走上主席台加入50次的活动 这是微软最高层领导 第一次参与华裔的文化晚会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 美国华盛顿副州长等各界重要人士 都参加了这次晚会 在学后的时间里 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西雅图时报 以这次晚会为例 做了一篇名为华裔人口 改变当地文化的深度报道 而促成这次晚会成功举办的重要人物 就是微软华人协会年仅34岁的主席 沈玉石 2012年4月 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微软总部 见到了到中国出差的沈玉石博士 这位年仅34岁的微软高级工程师 带我们参观了微软中国总部 在微软中国总部内 这样的休息娱乐设施随处可见 在美国微软总部工作的沈玉石 也常常和同事一起娱乐 休闲时间很多 他也并不觉得 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十年间 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十年前的2001年 沈玉石与大约六万名 从中国各地来的学生一起去到美国留学 这些新一代的海外学子 与老辈华人移民最大的不同是 他们都有良好的语言基础 扎实的知识背景 以及很强的适应能力 沈玉石一个人来到美国之后 花了两个星期 就基本适应了美国的留学生活 我到美国一个人到了 我读书的UC San Diego 圣洁哥是美国最西南角的 这么一个城市之后 那边刚去的时候 找房子 开银行 交通 包括买菜什么的 那都是整个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8月底去 然后9月11号 还有911的一个事件 到9月15号就正式开学了 整个这一切事 半个月之内就给解决 然后开学之后就给上课了 沈玉石迅速适应了美国生活之后 也开始了在美国加州大学 圣洁哥分校的学习生活 当时 沈玉石已高达3.8分的平均祭典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离满分4.0 只差0.2分 他的托福成绩 与GRE成绩 分别考到了650分 与2300分 都是非常优秀的分数 不仅如此 沈玉石在清华大学时的 科研实习经历也比较丰富 这都使得他获得了 加州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全额奖学金在经济上 给了沈玉石很大的支持 他不仅不用为挣钱奔波 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 到美国各地游玩 他的成绩还一直保持名列前茅 还有一次考试也是 就是他出一道题 后来他给的标准答案 只是完整答案的三分之二 还有一种情况他没有考虑 但是我在解答的时候 把三种情况都考虑出来了 最后他就给了我120分 不是给我100分 别的同学都全答对了 也就得100分 我最后得120分 所以我在美国那成绩 4.0全都是A 但是一半以上都是A加 新一代海外留学生的基础知识 都十分扎实 尤其是数学能力普遍都很高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 海外留学生的创造力有局限 在看重思维能力的计算机公司的招聘中 沈玉石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2006年 微软校园招聘 在沈玉石所在的圣叠歌分校展开 微软的招聘 一般会把收上来的简历 按照优秀程度 大致按三类分检出来 最优秀的人 很快就会被通知面试 沈玉石当天晚上 就接到了微软的面试通知 在微软的第一次面试中 沈玉石的表现很优秀 在面试的最后一个开放问题环节 考官认同了沈玉石给出的答案 但是他告诉沈玉石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不过由于面试时间已经结束 等有机会再跟沈玉石解释 沈玉石当时只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根本不愿离开面试办公室 我这个 我这人就比较较真 你说有更简单的 那你说你到底怎么来的 反正我也不会去泄露 我也不会告下一个面试人 他其实后来我也管过面试 他面试题都换了 不是每个人一个题 他也就告我 他说我还有一个速度 我说这么想的 用这么一个hash的方法 怎么怎么一弄 后来我当时就想 诈也行 我说对 我都没想到 但是了解到答案的沈玉石 并不满意 他不顾考官的催促 硬是停留下来继续思考 忽然我就不知道脑子怎么灵光一现 我说 我说慢着 我说这个 他说怎么了 我说这个 复杂度 除了时间复杂度 还有空间 就是你要占多少存储的资源 计算机 根本的两条 一个是计算 一个是存储 你复杂度也是这两个 你这个时间是又简化了一块 但你这个要存大量的东西 你这个存储大大的增加了 说你这个其实综合来看 未必比我那个 你存好多东西 我那稍微多算点 对吧 耗电可能那个 那个可能耗电 多耗耳电 你这给多好多这个存储器 他这想的 哎呦 对啊 就是啊 所以我说这两个 很难说哪个好 这次面试 沈玉石的自信和才华 给考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也很快得到了微软的聘用 加入了微软 由于大学时代 沈玉石的主要方向 与视频相关 来到微软之后 他主要负责微软电脑操作系统的 视频多媒体的综合研发工作 沈玉石迅速投入工作中 展示出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沈玉石还被任命到 微软印度多媒体研究中心 做技术支持和培训工作 在结束了印度的工作 回到美国之后 沈玉石与他的一位好友 当时的微软华人协会的 副主席吃饭时 突然聊到了 微软华人协会发展的问题 记得很清楚 我们在微软一个餐厅里 吃了一顿饭 他呢 因为我在之前啊 没有很严肃地考虑过 这个华人协会的事 他跟我讲一下 华人协会现在的状况 然后当时我 也不知道怎么灵光一线 我很敏感地就认识到 这个协会 其实在于 微软内部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 应该在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 小而言之在 微软总部跟中国微软之间 大而言之在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起到更大的这么一个平台 桥梁沟通的这么一个作用 微软华人协会 原名常名社 是微软华人员工 几个英文单词 首字母集合成的一个词语 发音 类似于中文读音的 常名 而这个常名社 从1991年建立之初到现在 已经常名了20多年 社员从20多人 发展到3000多人 占到微软华人员工 总数的10% 沈玉石看到了 微软华人协会的重要性 他打算加入 华人协会的董事会 试着实现自己的 华人协会要走出去的想法 然而 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契机 只是在微软华人员工内部 搞一些员工职业培训项目 09年进入董事会 10年下半年被选为主席 主席之后 我就开始按照 这个走出去 走向未来 走向世界 这么一个大的思路 特别是促进中美的 这么一个大的思路 开始对这个协会进行 升华 其中第一个大的事 就是这个 2011年的微软的春节晚会 2011年 微软华人协会举办的春节晚会当天 微软首席执行官 鲍尔默先生的到来 是微软最高层 第一次参加华裔员工的文化晚会 当时4000人的观众 然后这是大门 他不是直接上舞台 而是从这个大门 从4000人之间 鲍尔默在舞台上 又斗了半天狮子 拿这个红包 所以这次活动 他对中国的文化 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然后拿着红包斗狮子 然后斗狮子 把红包从他手里抢走 他斗了半天 我看他 那时候我站在后头 我看他被抢走的时候 那狮子 给掐走 他还吓了一跳 他吓了一跳 然后他很高兴 然后之后狮子就弄 吐出两个春联来 本来我们是想着 他拿一个春联 然后另外一个人 可能是他的孩子 或者是沈下阳副总裁 一人举一个 结果呢 这鲍尔默一手转 这手又转 两个转都在抓手里 非常地高兴 这次晚会十分成功 关于微软华人协会的报道 越来越多 极大的提高了 微软华人协会的知名度 很多组织和机构 主动找上门来 要求与微软华人协会 合作举办活动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中美云计算大会 全美亚裔工程师颁奖典礼 中美经济合作会议等活动 让更多的人记住了 微软华人协会这个名字 因为我制定走出去 做中美这个 是有实际的依据的 不是我个人凭空的一个想法 由于中国的崛起 由于美国的 中国的两个国家的转型 社会格局的这个深刻变化 中美的交流 对两个最主要国家交流 跟高科技文化 领域的这个交流 是非常迫切 也非常需要这种 半官方的平台 就像微软华人协会 这种半官方的平台 来促成的 微软华人协会 还承办了一系列的文化讲座 比如于丹的文化讲座 但是这样文化类型的活动 还是遭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其实有一定的阻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活动 是纯文化的活动 跟高科技 跟微软的商务 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文化的问题 因为你一承办 也涉及到资金上的支持 大量的人力物力 都有一定的投入 这个是文化的宣传 虽然我们每一个阳黄祖孙 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 但是跟微软 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们毕竟是 微软的华人协会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这个事 跟微软是非常有关系的 沈玉时坚信 微软华人协会与中国 并不应该仅仅 只是局限于 计算机技术的合作 以及信息产业的 经济交流合作 他们也有必要 继续传承中华文化 扩大微软华裔员工 以及华人的影响力 沈玉时在接受采访时 也坦言 微软华人协会之所以 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科技的进步 与中国国力的增强 沈玉时打算继续组织 开展更多的活动 更好地促进 中美两国的技术交流 以及文化交流 成功 字幕 李宗盛